同学们好 下面我们来看下一个重点词汇 就是重要的名词 珠宝 大家可能尤其是女孩子 更喜欢这个词汇 我们先大声读一遍 Jewelry 好 再来一遍 Jewelry 这个词有两个拼写形式 左边这个拼写是英式的 右边这个拼写是美式的 但是英式拼写也不能读成Jewelry 依然读成Jewelry 发音是一样的 大家发现美式拼写更不容易把它读错 对吧 我们再来一遍 Jewelry 但是大家注意 这个词表示珠宝的总称 什么意思 它是不可以数的 比如说我们非要用它表示一件珠宝的话 只能说a piece of jewelry 我们后面同用美式拼写 两件珠宝呢 two pieces of jewelry 两件珠宝 注意这个词是珠宝的总称 不可数名词 那么比如说看这个句子 这句话错了 she has a lot of beautiful jewelries 它有很多美丽的珠宝 这句话错了 为什么呢 因为它不可数 可以改成什么呢 有两种改的方法 第一种 怎么改成 she has a lot of beautiful jewelry 把这个复数改成单数 因为它不可数名词 改成单数形式就好了 因为它不可数 或者干脆我们换成另外一个可数名词 换成这个句子 she has a lot of beautiful jewels 这就可数了 大家注意 jewelry不可数 但是把后面RY去掉之后 这个J E W E L 这就表示一件两件的珠宝了 大声读一下 jewel jewel 大家发现同样中文都是珠宝 但是英语中一个可数 一个不可数 这种名词中的这种可数和不可数 中文意思一样 但应用不同词汇的现象 比一比皆是 我们总结一下 几个常考常用常错的 首先这个珠宝 jewel可数 但是变成jewel 就不可数了 刚刚见过的 跟它类似的还有 像seen 风景风光可数 但 scenery加ry之后就不可数了 也是后面加ry有规律 我们先读下第一个词 seen 再读第二个 scenery 风景风光 我说中国有很多美丽的风光 如果用seen来说 很好说 There are a lot of beautiful scenes in China 如果换成 scenery呢 就换成 There is a lot of beautiful scenery in China 因为a lot of这个词 既可以修饰可数 也可以就是不可数 但前面位于动词就变化了 刚才这个词用复数 这种单数就好了 再比如说 机器 machine是可数的 但机械 machinery 就不可数了 一台机器 我可以说a machine 也可以说a piece of machinery 也可以 再比如说我们这个武器weapon 答案是可数的 但武器军备weaponry 就不可数了 这都是后面加ry 这个有规律 可以通诗机 那么还有呢 像这个略微有点不同 诗歌 poem 这是可数的 a long poem 一首长诗 是可数的 但poetry 表示诗歌 这个文学题材 就不可数了 注意 这是把m去掉之后 加try 这个容易错 我们大声读下 poetry poetry 这个词也是诗歌 但是不可数名词了 还有呢 像小说 跟它非常类似 一部两部的小说 可以用这词汇 我们大声里面 novel 当然英国人会读说novel 每人读说novel都可以 但是小说这种文学题材 用这个词 大声里面 fiction fiction 这个词注意 就是不可数名词了 同样中文都翻译上小说 还有更讨厌的 像神话 myth 是可数的 可以表示一则两则的神话 但是神话 这个题材mythology 就不可数了 我们先读可数名词 myth 注意吐舌头 舌尖吐出一点 声带不振动 再来面 myth 再读第二个 不可数名词 mythology mythology 神话不可数 对吧 再比如说 我们这个leaf 树叶子可数 但foolage 同样是树叶子 就不可数了 先读可数的 leaf 这个词复数 是去掉f之后 变成ves 这个中学老师可能就讲过 再读这个不可数的树叶子 folage folage 在使用的时候特别注意 那培根告诉我们 写作是很精确 确实非常讨厌 还有你像table chair 桌子椅子板凳可数 但是furniture 家具却不可数了 我们读一下后面那词吧 furniture 非要说一件家具 咱们只能有a piece of furniture 两件 two pieces of furniture 还有呢我们知道 这个钢笔铅笔是可数的 但是stationary 文具却不可数了 我们非要说一件文具 那同样得说 a piece of stationery 再读一下文具这个词 stationary 再来一遍 stationary 好极了 最后再看一个 就是这个行李 我们说箱子 像旅行箱 tank suitcase 都是可数的 但是行李这个词 luggage 或者是baggage 却一定是不可数 每次我们打上来 面 luggage baggage 这两个词 同一词 用哪个都行 而且都是不可数的 我记得08年 当时去美国访问的时候 我们在加州 因为每天要坐飞机 赶向另外一个城市 每次都要到传送带 撑那个箱子的重量 有一次我听到里边人就问 how many baggages do you have with you 英语老师对着很敏感 我一听不对错了 这个人说错了 抬头一看 果然并不是一个白皮肤黄头发的 而是一个黄皮肤黑头发的 我估计这可能是中国人 那么这个句话该怎么来问呢 理论上可能应该说 how many pieces of baggage do you have with you 他用的是how many baggages do you have with you 是错的 但其实一般我们不说 how many pieces of baggage do you have with you 太费劲了 一般我说 how many suitcases do you have with you 您带了几个箱子 而不问你带了几件行李 能理解了吧 这些词汇特别容易错 因为在右边的一大堆 在中文中好像都是可数的 英语中却不可数 这是可数不可数的变化 是这个词的一个五星级的重点 希望大家不仅是听懂了 而且要明白 要把它记住背下来 否则的话 光听懂是没有用的 李老师在写作办理中 就跟大家多次说过 英语是技术不是知识 知识明白理解就可以了 技术必须熟练掌握 形成一个本能性的一个习惯 才是真正会的 否则的话 英语就白学了 好 这个词跟老师学习到这里 是真正会的